我觉得要是我的话 继续选拖败王 我觉得可以选拖败王 因为格温上把一些RNG应对的不错 包括你拖败座带一个点 其实在线上还是会对格温行政签压力 是 因为两边的上路都有被抓边的一个情况嘛 因为炸弹人还是要办 反正RNG是可以拿炸弹人补一下AP伤害 嗯 基本就是我上中也放弃AP 炸弹人卡沙吧 其实在这个LCK JarkX迈哥的这个创造力下 嗯 嗯 自己来了 自己拿 Ig 炸弹人 不办炸弹人 自己来了 如果这一手选下八条的话 对 他就左边是RNG是缺AP 右边是多AP 哦 如西安来了 对 这个都是可以补充点AD伤害 是的 上来看到小虎的对线还是 打的比较有压制力 诶 如可这边直接选择强行换血 这个强攻出来又跟了一个Q 塔前 小虎这边扛到了一下防御塔 嗯 得打了一下 但前面还是有压刀的 诶 照星来了 这个位置小虎看到了 看到了 是有闪现的 赶紧交一个茫茫焦图 即使没有扩散出来 但是有一个移术 拉开一根薰的一个距离 薰选的盲错吗 没有 开Q 上去要准备筒 但是先被小虎一个大队技能给打晕 如果小虎处理得很细腻 但是小虎开机跑来了 感觉薰很难受 想要直接找薰 薰的位置有闪现 宝太掉了 选择往后 招散 招散线发条过来 保护一闪 再获克助攻 则赛跟Rookie RVL的话 是两个人也没有留任能力啊 小虎处的口红过来 同手帅吗 但是感觉后续 反而是Rookie的作战力比较高 下篇打起来 要死了这一箭 穿到了卢卡斯 一发轰拳加上一个穿刺之箭 在上路我们看到 3v3的一个下路也是不甘寂寞 直接打了起来 确实是上路的进攻性 拿的英雄是比较 看下路有进攻性的 拉起来 首先一起能拉到 挂了个朱尔之后 炸弹弹了一下 维鲁斯 但那个伤害还是一下没躲掉 还是这个闪现招出去 什么都没躲 他已经先吃了轰拳 虽然不是真实伤害 对吧 七宝是没有躲到伤害的 再来一个QE 哎呦 威这里在等 又来了 这里小 朱尔之已经交代背后一段 小虎是没有战斗力了 小虎是没有战斗力了 小虎是5级打6级 但这一波小虎自己也是要小心的 是 虽然被DW躲掉了 状态呀还是 虽然有个蓝拔 但自己的血量也不是很满 但有果子吃了一颗 大大 鲜压管理的人 我们身上洗礼 虎也是戳了上去 管理的闪现是被逼了出来 但是反正要打虎 虎的打了开完之后 虎弱给奥拉夫 虎直接被倒地了 小虎捡了一个 变身照性 感觉还能打 这个都大脑给了太韩 小虎他都斩了上来 Lashad的位置感觉要死了 再捡 这么捡了一个 Lashad的一个格温过来 开了一个立场拉一过去 什么想杀 Luki 好像没有问题 也没W到了 小虎这波又斩了起来 这一波 虎的一个捅上去啊 没 他的W技能没有中 然后Crying很漂亮的是 反手一个回手掏 这边再过来一个 Crying一个闪现 但是你自己的位置 大家可以注意哦 前面W的大招 没有任何问题 这个Crying的结果是300点 其实就没必要再上了 这个招呼没中 然后被回手掏 拉回来 哇 这Crying也反手一个大招 虎弱 虎弱是过来给一个虚弱 但是奥拉夫的这个 三百片和小虎过来 然后创造了一个 小虎破败王的完美收割环境 每次只要能给小虎的破败王 斩起来 是 再见 就 这个团战是肯定 俺就会赢的 是 这一波埃及 我觉得最冷静的处理就是 十阳洗礼加 炸弹人大招 把一条大招 拉得了卢锡安 都怕得想隔墙过来打嘛 乌至Rookie的血量也太低了吧 是的 你高尘胆大只能说 IG现在真的要 防守一点来打 Rookie半血 再上半步 大招 直接大招 没有任何机会 小虎 只要全一个人在下路的话 IG是会 要硬来了 Rookie的TP 10月2 炸弹人也到了 身上洗礼 但是这一波的话 感觉没人敢扛这个塔了 而且冰线是被克兰一波 QW直接给清掉 因为小虎也低下来保 Wink赶到的时候 已经没有机会了 还要反打吗 算了 给了个Q技能 看一下 现在手握一个巨大的领先 瑞珊一个位置 感觉落单了 大招的话 感觉跑不掉了 小虎被挂了个点燃 这边要交TP过来 硬杀 最后五根针 再没有擦到小虎 上一个保险 但是维鲁斯里面被抓了 看大招 后的话 自己反正一个大招 这边是有个狂风 EQ 但A出来吗 没有A出来 这边造型反而被奥拉夫 配合众人击杀了 是的 而且卢卡这个位置有点危险 赶紧勾墙来走 超虎还想追 一个R过去 但是后续的W 应该已经失去了一个距离 Luki则是在对面的 绕了一圈 绕了一大圈 是不是在这个草虫回程 没有往下来 不施亚虫走了 这时候有点没想到 但小明那边好像还有想法 有大的 小明要跟Luki相遇了 直接闪现到 飞过来 发条给一个球 这边Luki赶紧交散 赶紧交易进的往后拉 还在点小明 但是一个轰圈打了222 来一路上一发普攻 前期的中野 现在两个人都是0-3 对 薰采刚出来 但是在吃蓝Buff的一个 奥拉夫看起注射黄昏 直接两边打野 黄诚PK 但勒帅赶到 薰这里能撑住吗 直接被奥拉夫一斧子给带走 已经大杀特杀的小微 3-0-3的一个战机 有打出一个效果 他上路刚刚小虎这一波 你比较早了 就W蓄力 闪现 正好是E的空中 被那个W 最近那个 千载优业有点寻寻 对 都是那种预判的 这个千载优业 这一波是 勒帅被抓 对 刚发生的一波 然后小虎是先吃了半条血 他拉开 哦 他知道他吃九根针 是会被换掉的 反正是维鲁斯 这里还没死就 是 他第一时间禁锢住了 Luki Luki狂攻去追 然后 薰带 Luki这里 胜将心里 想清线 小微直接拿肉身扛 但是有炸弹人的一个大招 哇 现在 这种手坦能力是真强 终于反应过来了 现在必须得防守 这边破百张回家 再做装备的话 是不是要过来 逼一下龙团了 现在这个位置 我感觉克莱瓶身上 应该有挺多钱的 应该是的 小小鸡 过来跑猫跟上 大招拉一下 想干上 有闪现过来 给自己一个手 这个爆炸球火救了命了 大招 大招 没有跑掉 原本以为克莱瓶可以利用这个 果子哥哥的用果子来逃出生天 看看又是拉钩往后走 脚闪现了 小明那边还要追吗 看下安静这波有点瘫啊 是 扣在这个位置了 瓦千钢进化出来 伤害已经开始有提升了 这个位置会不会有危险啊 稍微拖了一下节奏 两边的中央互换下线 也互换上头 左下人本想强行弹啊 他自己很没想 有没有秒表的 这个红旋还可以打到 但是左下还是被 奥拉夫一个斧头给带走了 薰德里残藏小明 薰不死啊 奥拉夫已经一个双杀了 碰杀 吹薄给有小薰 嗯 还在这边这种小 哦 哦呦 一个大 哇 这个伤害差一点点 小明 咱这里的鼓处没烧死啊 伤害差一点点 他这一波 如可这波也是有闪 是一点点QA 然后狂风已经先交过 他这里被QW减速了一下 然后再划 我划上来被暴力球口弹走 但是咻 而且中心区域 棒 直接炸死 贵心还拖起到旁边的小薰 他乐山这一波感觉就 幼身开团 但是他还是低估这个奥拉夫的战斗力了 这奥拉夫现在太猛了呀 一个Q 然后哇 血手触发 很厚的一个盾 奥拉夫现在 但是现在发条的伤害也起来了 就有可能 还有可能要先相遇的 对 看来这边则 他又开W在这边应手 哎呦 现在发条的伤害很高 哦 有危险交赛 但是小明这边 就是报过来一个 应该是打野 看一下这边薰的VG 这招闪现 是小明 他还小生完 就没了 这边还没有 他没有展现的呀 看他直接被炸死了 Wink 普桑在破败之王那边很凶 是 点了又炸起来 这边 显了Gluikas的一个Q系 但没有勾到 Wink 这边还在扭 但是被虎子捡住了 那应该是没有办法了 罗莎在塔下以后 又是被 奥拉夫一个虎子给直接带走 这边是RNG的上眼 从下边 下路 直接是杀到了 只剩下Lookie了 这个位置 感觉自己的装备不够啊 小位是直接硬扛着 半套的伤枪起来以后 Krying这边站上来 轮流扛这个伤枪起来 这个上中原 应该是可以拆掉 IG的基地的 虽然 只有Zookie一个人 硬着头皮上去开 如果闪现一个大牛大鱼 哇小虎 小虎跟那个小妹 他们是从下路 直接杀到了中路 然后又杀到萌鸭他 又是杀疯了一把上野 这边Lookie复活出来 但完全没有办法阻止RNG 上中也拿下基地 让我们恭喜RNG 在今天的电竞春晚里面 以2比0 击败了IG 让他们的下地代的晋级机会 是有很大的提升 同时我们的电竞第六件的春晚 两边的胜部手 也来到了一个3比3 大小分也是完全 大小分现在RNG里面是1分 因为今天是2比0 今天是电竞春晚的第一个2比0 是的 看这场比赛 小薇打了1万3的一个伤害 他打了 左边最高 然后右边的话是WINK 这里是打出了最高伤害 对 他就是全场第二嘛 小薇这里 落后WINK就是100多 让我们来看一下 对吧 小虎还是小薇 小虎 小虎 两年MVP 他的数据也很完美 可能杀的没小薇那么多 但是整个的 自己的命中率 报到他进场的一个时机 好的各位 欢迎来到我们的赛后采访环节 我是主持人刘航 首先我们要恭喜RNG 拿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 来到我们赛后采访去的嘉宾 是RNG的中单选手 Crying 欢迎Crying 来请大家打一个招呼 大家好 我是RNG中单Crying 欢迎Crying 现场的观众也是给了你很多的掌声 那今天第一个问题 这场比赛其实关注度也非常的高 那你在赛前 对自己来说是压力更多一点 还是期待会更多一些 我觉得压力 我觉得压力和期待各一半嘛 就有压力了 后也挺期待的 压力和期待都有 那最后也其实也是把压力 更好的转换为了动力 有了非常非常精彩的一个操作和表现 那今天其实对于对面的IG来说 也迎来了TheSide的回归 针对这一点你们在赛前有没有做什么特别的准备 就觉得他们游戏内可能就偏向往上路打一点吧 然后其他方面也没有做啥特别准备 认为对面可能是往上路打 所以其实今天两局比赛包括打野包括Crying 也有多次的光顾上路 那其实我们再聊聊今天的BP也很有意思 今天第一局的时候 对面是选择了芒僧加上狗熊这样的一个中野组合 你怎么看对面的这一手的选择有没有想到你们当时 我的话是没有想得过的嘛 然后这两个英雄如果都是单出的话可能会好 但是搭配在一起中野我觉得不是很好 不是很好 那再聊到你的选择 你其实是在最后一手选择了卡牌这个英雄 这个英雄其实不算是这个版本D0级的一个中单 为什么选择在这一场最后自己给掏了出来 因为我们的阵容AD输出比较偏多 然后上路的话可能会比较频繁打架嘛 也好看一点 还是根据自己阵容的一个完整性做出了一个选择 那说到第一局就必须要聊聊非常关键的啊 有一波就是小虎一直在追对面的这个德莱文 当时那一波他是怎么去做的这个判断和决策 要一直去追的 因为可能在我们的视角来看会很容易被包夹嘛 当时他们是怎么你们是怎么去沟通的 当时对那语音我也没听到他沟通吧 然后因为小虎他就是比较有想法的选手嘛 就经常可能做出一些比较激进的这种想法和操作来 自己非常的果断 选择自己一个人啊 也不沟通就冲了上去 那好在那一波也非常的关键 打得也很漂亮 那再聊聊第二局 今天的第二局呢 你们其实并没有针对这个炸弹人这个点 做BB上过多的一个针对 其实炸弹人也算是这个版本 比较热门的一个选择 你们在第二局是想好了今天要放给对面玩吗 有想过对面会选 但是觉得也没太大关系 想到过 但是没关系 有可以应对的一个方法 那今天最后的一个问题 拿下了比赛的胜利 现在也是两连胜了嘛 我们常规赛的赛程到目前为止 也已经过半了 想问一下Crying对后半程我们的比赛 你自己有什么样的期待和目标 就希望后面的比赛尽量赢得多一点嘛 因为开局不是很顺利 要赢下更多的比赛 我们在这里也祝福 我们的RNG能够在后面的比赛 稳扎稳大 拿下更多的胜利 感谢Crying接受我们的采访 那接下来就来到了大家非常期待的 粉丝互动的环节 我们将抽取五位幸运的观众 来到舞台上参与粉丝互动 我们还是先有请上RNG的其他几位队员 回到我们的舞台 来 有请